七警案是警察協會 昨晚舉行大規模集會,在會上有發言人員 她說模仿那些所謂欲警,侮辱警察的群眾問候她的娘 然後台下一呼百應,一起說一句粗口 在公開的集會那裡,那麼多的警務人員,無論是休班,無論是退休的,還是不是退休的,一起說這些說話 其實我就覺得這個都可以入建立士的紀錄大傳 可能會除了在球場上面 雙方的球迷,對於 敵方的或者幾方的球隊的表現都可能用這句粗口 去表達那種發洩的情緒,但是 如果是警察這樣做,究竟對還是不對呢 有人問這個陳早光,陳早光會不會影響警隊形象 她說她不擔心 她說昨晚有幾萬人出席,但秩序很好,嚴守紀律,最後和平散去,沒有發生混亂 離場的時候一些垃圾都沒有,足以顯示警隊是高質素,有紀律,服從命令的隊伍 她說昨天的大會非常成功,有人說髒話那怎麼辦呢 她說 該發言是會員大會裡面的會員發言環節 會員事實上對失法情況有不滿,以她的個人方式表達,大家要尊重 陳早光對不起,如果大家在現場看過片 那個不是個人的方式表達,是集體的方式表達 那麼多警察,有人說成半的警察去了 一起說髒話 這個是否警隊的文化 是不是警隊鼓勵這種方式 我知道很多男人女人都說髒話的今天,大學生都說髒話,說髒話不是一件 我認為都叫做犯罪的行為,你說道德上有沒有什麼都不需要譴責 但是警隊在一個公開的場合 集體一起說髒話 這個是表達 其中一種方式是個人的表達方式 我覺得沒有說服力 問一下一哥 他估不鼓勵警員 在公開場合部講髒話 一哥出來解 是不是情有可原 除了這件事之外 其中一個 發言的警員 在會上講了一番話 前一條 影片都有講過 他用納水德國年代 猶太人被迫害和屠殺 作為今天警察被迫害 被辱罵 作為一個比喻 他當時是這樣說的 他說 我形容就是我們現在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們是猶太人 我們被迫害 被德國納水軍隊迫害 我們猶太人 對不對 對不對 全場回答 是 聽聽 這條是 蘋果棍新聞的其中一個片段 沒有誣他 聽聽他怎麼說 我們就是現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們是猶太人 我們現在在逼迫 逼迫 德國納水軍隊迫 逼迫猶太人的 心界的情況 對不對 又是 如果你說個別的警員 毫無歷史知識 讀書少 的私讀書多 現在 督察級的大學畢業 但他未必對歷史有興趣 或者連歷史常識都沒有 個別人自己 在茶餐廳吃完飯 撩一隻牙去發表這個意見 我覺得 覺得無可厚非 但現在在公開場合播 然後台下的人 以萬計的人 大家都說是 這個說明 一個事實 這班人 對歷史是非常無知 所以難怪 以色列的 領事館 要發表一個聲明 覺得 這件事是不合當的 這種形容 感到遺憾 領事館發表一個聲明 是這麼說的 他說不希望 再有任何以猶太大屠殺作出的比較 就 說這種表達的方式 用警察被人罵 比作猶太大屠殺 是不恰當 和 表示遺憾 香港也有一個 研究這場屠殺的一位專家 香港猶太大屠殺及寬容中心教育總監李家豪 接受 媒體的訪問時 對這個言論感到很詫異 認為這個警察 台下的警員 不了解這場歷史的浩劫 亦有欠尊重 李家豪說 2000世界大戰中有600萬的猶太人被屠殺 被迫害的猶太人 有系統 有國家在背後支持的政權 屠殺的手段包括 送去滅絕刑 裡面用毒氣 殺害等等的手段 質疑發言的警員所指的 被納水德軍迫害 同事實 怎樣會有可類比之處 當中的納水德軍 在現實裡面是代表何方何人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如果警察當自己是 被猶太人 然後被納水德軍迫害 大家有沒有見過在歷史上 有七個猶太人去打納水德軍 你當曾建超是納水德軍 那七個警察是猶太人 現在不是曾建超 這七個猶太人 這個納水德軍 聯同其他的納水德軍 去打這七個警察 而反過來 這七個警察 猶太人 去打一個手無寸鐵的 被綁住的 雙手反撥在後面的 曾建超 這個比喻 可不可呢 你可以這樣說 猶太人不得已反抗 但是 大家擺放在歷史的事實裏 第一沒有發生這些事 第二 從來沒有反抗的餘地 因為他們是被屠殺 在集中營裏面 李家豪熟悉這個大屠殺歷史 跟香港的猶太社群 有相當多的聯繫 他就說 德式居港的猶太社群對有關言論 是有反響的 主要是感到差異 他們表示難以代表社群回答 有否受到不尊重 唯一可以肯定的 就是猶太人要求尊重事實 盼國際了解他們被迫害的歷史 這一段歷史 我覺得完全顛倒黑白是非 如果說猶太人和德軍做一個比較 其實 我亦都不敢這麼說 會一觸高打死一船人 但是 是有類比的 如果你說德軍 港納粹黨 港納粹黨的黨衛軍 他們全部都有武器在手 我想問 在香港如果 說示威的群眾 異見人士 和警察比較 誰有武器在手 這是不說自明的 整件事我反映到 究竟 這班警察 水平去到哪裏呢 集會這班警察 是不是 不只是一個人 說粗口那個 和說納粹德軍 迫害猶太人那個 台下的附禍的人 是非常之多 是否反映到他們對於 自己的道德操守的水平 和對歷史的水平 都是很低呢 但是還有一點 我想說明的 究竟他們的訴求是什麼 好像 後來陳早光 援助靠北學會的主席 說他們想要求 設立這個 獄警罪 那我就要問 獄警罪 其他的公職人員呢 先說紀錄部隊 為什麼只是獄警罪 怎麼可以獄消防員罪 獄ICAC罪 獄入境處的職員罪 獄海關的職員罪 如果再推而講之 為什麼不可以獄 公職人員罪 包括 獄議員 獄 其他的 拿到公職身份的人 如果再推而講之 為什麼一定要獄警 為什麼不可以 你不准侮辱一個 活生生的人 不可以獄人 大家要問這個問題 香港很多法律 已經是保護了人身的安全 不可以受到傷害 不可以受到威脅 為什麼獨特 要警察 有這個特權 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有記者問這班警察的代表者 設立了獄警罪 是否不會發生七警案 還是 設立獄警罪 發生七警案 警察 完全不受刑事的檢控 能夠 全身而退 提倡獄警罪的警察 提倡獄警罪的議員 可否解釋 獄警罪 和七警案的關係 在哪裡